大家好,我是爱丽症所区医生 今天呢,我就大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来给你解答 打完肉毒之后,我是不是不要健身 首先呢,不管你打哪一个部位 不管是药肌啊,肩膀还是你的小腿肌 我们在两周之内打完之后都不要健身 目的是不要让它肉毒弥散到一些我们不想它作用的肌肉群 因为肉毒在这个期间就打完的,刚刚打完的两个星期 它还没有完全的作用于细胞膜上 有一些还存在在细胞的间隙当中 那我们过度的增加新陈代谢的时候 有可能它会弥散到一些我们不想让它作用到的肌肉群 第二点呢,就是在打完两周之后我可以健身吗 这个取决于你要健的部位 那你如果是说做了咬肌 那你尽量的就不要磕瓜子啊之类的 啃牛排啊之类的 因为你会把它再很快速的锻炼回来 那你如果是做的是受肩针啊以及是受腿针 那这个时候也不要刻意的去锻炼它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解除肌肉的疼痛感 以及胀痛感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健身 那如果你打这些受腿针以及受肩针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缩小 让你自己的身材更迁徙一些 那就尽量的不要锻炼到这些部位 为什么 如果你使劲的锻炼它还是会回来 如果你不锻炼的话 它才会持久性的多少的萎缩下去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